族人嘹亮歌聲替祭典揭開序幕 嘉義阿里山鄉萊基部落感恩祭9號盛大登場 萊基部落作為特副野社的紫社 為了讓母社長輩知道 部落族人生活的風衣足食 並感念母社照顧感恩祭由此而生 甚至在祭典當日凌晨 族人會前往周族聖山塔山 取來最乾淨神聖的水源 用於清醒進行場地以及祭祀器物 我們有大塔小塔都是我們靈魂的閨宿 那我們也會在大塔的下方去取水 那因為我們大塔山是在 相傳在周族林林 它是一種好的靈魂的閨宿 所以我們會去那邊把水帶回來 不管什麼時候就是每個禮拜會跳一天 就是整個來集啊 長輩啊 年輕人 小朋友 我們都會去一起去練祭歌 對 這也不是為了表演 反而是為了傳承吧 隨著青年積極返鄉參與 學習鄒族文化 感恩祭規模也逐漸擴大 因此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觀禮 部落族人也藉持展授農特產 文創商品希望帶動部落觀光收益 有啊 就一些美食啊 還有一些雲住民的作物這樣子 對 很少看到 在市區幾乎看不到 觀光帶動我們的農業 所以我們辦活動的話我們都會做一個攤位區 就是把我們的部落的東西 在地產的東西就在地消 來基部落族人離開牧舍特富野 開墾並移居來基這片土地 但每年麻雅斯維 小米祭 牧舍族人從來沒忘記邀請這裡的親友 透過感恩祭也聯繫起 鄒族間的情感 媛媛新聞No.5 嘉義阿里山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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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